所以刪除你們可以從雲端白板抓到這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就可以刪掉 那修改跟刪除很類似 它只有一行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說如果條件發生的時候 那我並不是要刪掉 我是要修改 OK 所以如果要修改的話 就是改這一行 那怎麼改 原來是用DeletedLaw把那一列的所影值給它 它就幫我把那一整列給全部刪掉 那Amount的話一列 可是如果你要多列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它也會砍掉多列 連下面的都把它刪掉 那大家特別注意 就是要注意一下那個數量 那如果要修改的話 那只要這個地方變一下 那條件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一個資料裡面的 1號不見了 2號好了 的電話號碼把它變更一下 那變成什麼呢 比如說它後面就是123456好了 OK 其他電話前面都一樣 比如說0928-123-456 大概這樣好了 那我要怎麼變更 特別注意喔 這個變更的方式 其實跟前面寫的有點類似 我把它先關掉 因為如果你變更或刪除啊 或者寫入的話 一定要把檔案關掉 否則的話 它鎖住就沒辦法做資料的變更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地方做修改的話 那特別注意 它就不是針對這個工作表做刪除 而是針對這個工作表的某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前面好像有用過吧 Sale 沒有 刮鬍之後的話 那你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 A 藍的話是編號 假設等於它的編號 我剛剛講 2號 2號做變更好了 然後呢 如果剛好這裡面資料我找過一輪了 剛好找到 2號的資料 那請問一下你要根據 2號的資料做什麼 你幫我把 2號的資料改一下電話號碼 一樣是 0928 後面就 123456 那怎麼做 1 把後面的原來這個delete row改一下 改Sale Sale是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 那儲存格後面一定是哪一列 所以列的話是這個raw index 這個回圈目前的raw index 哪一列啦 可能在第二列的地方找到 豆點 哪一欄 那我要變更的資料應該是在第幾欄呢 應該是 手機的話應該是最後一欄 應該是第五欄 5 那裡面的資料的話就點value 應該可以記得吧 剛剛好像 這個有沒有印象 我們有用到過啦 就是讀取資料的時候有用到 根據哪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那但是如果是讀取的話 就不需要賦與值 可是如果是修改的話 你後面可以把它變更 一樣是 0928 他打電話說我要變更號碼 那我的電話碼是這樣的 1231-456 那我就改了一下 0928 然後123-456 然後是針對誰呢 針對那個這個惡號的這個人 來把它變更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我看一下 所以如果可以在isale裡面 也可以刪除又可以修改 那其實能做的事情當然就越來越多了 因為平常好像做都做這些事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改的部分其實關鍵就是這一行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工作表物件底下的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儲存格 工作表儲存格的資料換成這一個 好 那這樣寫完了 寫完之後最後就來驗證了 所以他會跑A欄 A欄只是編號 編號二號的 幫我把他第五欄 就是手機那一欄變更成這一個 那接下來就把它run一下 其實沒有改太多 就是這一行 執行一下 那看一下沒有LSH的話 表示是應該是沒錯啦 可是記得一定要把isale先關掉 不然的話他會出現這個什麼 Permission L 就是說你現在打開狀況 沒有辦法做存取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Member打開來 看一下二號的電話號碼有沒有變更了 如果變更成功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OK 有沒有2號0928123456 被改過了 有沒有OK 其他當然你要變更任何的欄位 就是如法炮製 所以以後可以寫資料 可以讀資料 可以刪除資料 可以修改資料 那應該基本上做一些簡單的存取 應該都足夠了 因為說真的 做一個簡單的資料存取 大致上也這些其實就還蠻OK的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的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修改的部分 修改的部分是在比較下面 應該在第17頁的地方 其實程式基本上都一樣 差別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把它放大一下 因為這個是比較Keyword 記得是哪一個物件 這個工作表物件名稱 後面加上Sale 點Value 哪一列 哪一欄 那我這邊 因為我這個範例是姓名跟手機兩來 所以它是2 如果我們是全部知道 那就是5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修改的部分 OK 試試看 當然跟各位補充一下 其實下面我有隱藏另外一個寫法 這個寫法也是可以的 除了Sale之外 其實如果你要只拿一個儲存格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跟VBA也蠻像的 VBA除了用Sale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Range 就是用文字 比如說是B2儲存格 你就是B2 然後前或雙以後也可以 所以如果假如我們剛剛的寫法 你要寫成下面的寫法的話 是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一樣是這個工作表物件 那後面的話 就不用點 中瓜阿虎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 你只要給它哪一欄 那這個時候欄上面是數字 可是下面記得要用英文 比如說第五欄應該是第幾欄 英文應該是1欄 所以打個1 然後面的話就是串接什麼 因為它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你要串接哪一欄 前面是欄後面才是列 跟Sale剛好顛倒 所以如果後面要串哪一列的話 那理論上是把這一個 RawIndex放在它後面 串在一起 可是它是文字 它是數字 噢不行 一定要轉型 所以把RawIndex轉成文字 再跟1串在一起 這樣可以 然後最後的話呢 後面都一樣 等於什麼 哪一個 這樣寫也可以 所以上面的寫法跟下面的寫法 結果會一樣 OK 至於哪一個比較簡單 就看各位的習慣 我是覺得兩個方法各有它的優缺點 上面寫法好像比較冗長 下面的寫法必須要串這個數字 但是要轉型 因為它文字 OK 哪個好記就記哪一個吧 OK 如果實在記不起來 記得一定要把我講的 當成範本 將來找得到就好 它會改動一下 不然說真的 網路上你找找看 真的是 感覺好像大海捞針一樣的感覺 因為你要找到這相關的訊息 真的 而且現在最大的麻煩是這樣 每一本書用的套件 用的模組都不盡相同 有的人喜歡這個 有的人喜歡那個 所以每一本書寫出來的方式 也都不盡相同 那有的真的寫的真的太複雜了 真的完全看不下去 所以你還要必須在這麼多的寫法裡面 找出一個比較精簡的 那當然我的習慣是我比較喜歡的是 程式越精簡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找的都通常是簡單的 那最好是可以跟你以前寫作的習慣是相符的 剛好這個其實跟我以前寫那個 VBA的習慣還滿接近的 所以我還滿喜歡這樣 因為我不太需要特別去背它 大概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就好 對我來說是好方法 所以兩個方法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當然這個run一下看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再變更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把它再換第二種寫法 比如說我連那個3號好了 剛剛這個2號改過了 把3號也改成654321好了 比如說3號改一下 那所以怎麼改 把如果它是3號 那我就把3號的電話碼改成654好了 乾脆顛倒一下 然後321好了 改成這樣子 3號 2號剛剛改過了 現在把3號也改一下 那我用的寫法就是剛剛講的 第二種寫法 讓一下看看有沒有問題 應該也沒有問題 那這樣就變更成功了 再來的話我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看到那個3號是不是變成我要改的電話碼 沒錯 0928654321 這樣就改過了 OK 好啦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在Excel裡面 不管是要寫資料 寫資料主要就是Append 那刪資料就是Deleted loss 那如果修改的話 你可以用Sale 或者是一個中瓜糊的字串 就可以修改了 那基本上我想夠了 因為以前我們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是新增嘛 然後刪除修改 那頂多就讀取 也夠了 等於是寫一個進銷唇系統 不就是這些東西在亂來亂去 所以甚至你要拿Excel當資料庫 沒什麼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剩下就是靈活的操作 那這個的話在雲端白板的第17頁 給各位參考修改的部分 那底下其實是有個範例 不過這個範例實在太複雜 我本來是希望說 請Python幫我寫一個程式 然後讀取Member資料 然後並且幫我做樞紐分析表 統計學型的數量 然後做遞減排序 然後並且把那個 就是直條圖 繪製在樞紐分析表的右邊 那我當然有一點期待 他會不會自己幫我做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他還給我答案 所以他你會發現 他只要跟統計分析有關的 他一律用Pandas 然後你會發現他除了用Pandas之外 他又用OpenPyExcel 等於他兩個都引用進來了 然後要畫圖的話 會用這個MathPilot 然後畫圖 那我原來想法是說 你直接幫我把圖畫在Excel裡面 可是後來我發現他好像沒辦法做到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段程式 把它貼上去亂亂看 是可以亂…沒有問題 但是一樣還是會遇到幾個問題 比如說上面他引用的這些 你到底有沒有裝 像MathPilot Lab 我不缺你們有沒有裝 如果沒裝 你還是要把它裝起來 它才有畫圖表功能 然後… 不過我是覺得這底下實在是太… 太複雜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著把它亂亂看 它是可以畫圖的 但是畫圖部分好像我覺得它是有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修改了一下 我把畫圖部分把它改到底下 這一段的話 其實是真的可以把圖給畫在Excel裡面 在哪個位置 我只要把它放在下方這邊吧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 這個如何…就是… 結合書能有分析表跟書能有分析圖的部分 好… OK…那… 試一下好了 那待會的話… 因為我們時間蠻有限的啦 所以最後的話 可能我們再做一個… 最後一個題目練習啦 這個題目的話也蠻常見到的 就是說我們假設有很多個檔案 比如說總共有25個檔案 我假設希望可以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也可以把它全部分開來 甚至最後可以把這些資料 全部都倒到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剛剛是都一個一個檔 都單一檔 但是現在的話是多檔 多檔就複雜了 但是公訴上難免常常遇到都不是單一檔 通常是一堆檔OK 那一堆檔怎麼辦 如果你一堆檔也可以處理的話 那就簡單了 但是你可能要先下載一個範例 叫做全省郵集地址 這個資料的話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它放的位置是在我雲端白板外面 所以你可能要跳到外面 然後找到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叫全省郵集地址 點字IP 你把它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 你把它解壓說我建議放低疊算了 如果沒有低疊的話 你放在看找個地方放好了 我這邊下載下來 它放在下載download這裡 反正就一個地方 然後你按右鍵 一樣解壓說致詞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它會有25個文字檔 這個 25個 那這個25個文字檔 我有一個需求 你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是第一個三重的郵局資料 那再來中立的 再來台中的 可是它分散在25個檔 對我要做總計分析很麻煩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是希望 可以把25個檔變一個檔 那以前做法你變成 打開 然後呢 再開第二個 Ctrl A Ctrl C Ctrl V C Ctrl V 有沒有 那你要做四次 那顯然不是對的方法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呢 請各位來 那也許你們想想看 寫一個程式 可以用Python 幫我把這25個檔案 快速的合併在一起 然後並且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它的外面好了 存在例子的外面這邊 那也許檔名也許叫O.tst好了 那怎麼做 可以把它合併 那當然也可以分割 那合併完之後也許把它 另外的話 當然合併成文字檔好像 沒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合併到Excel 有沒有 25個檔 可以把它合併到Excel裡面的話 那這樣就比較有用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合併 合併 大家第一步先把它合併成一個文字檔好了 如果可以再延伸到 那個什麼Excel 就今天的主軸嘛 然後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喔